欢迎再次来到金豆甲 这回呢我们展示一下 金豆甲就是金四季时期的一个最新的设计 大家可能从 我家后院的摄像头 那个是7天 每周7天 每天24小时一直打开的 那么 最近几天我在调整这个 那个那个直播平台就是那个 摄像平台的那个 伺服器所以会有时候 断掉 那总之呢你如果过去看从我家这个后院的这个摄像头 通过我们那个平台去看的话呢 你会发现了我们 现在的那个后院了 现在的这个就是已经有一个模好四片模 那么搭上去的然后呢你就可以看见 他非常的大 这是 这个 就是 中国的工厂在做的时候呢 没有吃 我们 所有设计的理念 造成这样一个 情况 不过 也是好事情啊 记得这个呢我们就 对整个的这个模的这种 几个结构呢要重新的考量一下怎么样 设计呢让这个厂家 他最容易做 然后呢安装的人又非常容易安 而且他操作起来又简单 所以呢我觉得也是个好事情哈 所以这里就是展示呢 我们最新的一个设计 这个设计呢 就是 理查德周扬和我 那么我们有一天 就是 哦是我跟 周扬在一起的时候他突然就就说到 他可不可以把发泡器拿到外边来 就是原来我们是放在 这个夹城的里面对吧 然后他 他对他有一天突然他说哎 这个发泡器可不可以放在外边呢就是不不在家常里在家常的外边 他的一说我一下就觉得这个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对吧 后来呢我就跟理查德讲了一下啊然后 理查德立刻就 肯定这样的 设计 这样的思路吧 因为他过去在做大型的 那个叫做CityPod 啊那个平顶的那种的这个温室大棚的时候呢 他也有过把它放在外面就是正好是放在屋顶的下面 我已经看了一段时间了 我已经看了一段时间了 它被迫到的極凰 這裡是我們的公園 不算是不太太早 今天 它們的速度的速度 這邊是我們的公園 公園回到的方向 現在是我們的公園 既然是我們的公園 所以有过这样的用法 所以我们后来就采纳了这样的一种建议 这是周扬 他提出来的 所以因着这个缘故 我们就对整个的模的这种设计做了一个大的调整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们的调整调整的很大了 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发泡器从上面拿下来了 把它从上面拿下来放到底 底部呢放在四个角上 实际上你如果要简化用两个对角对角线也是可能的 但是我们 想的这个四个更加运作起来更加快速 而且要求每个 风扇呢包括水泵也不需要大功力的哈 小一点的就可以了啊 那么啊最好的部分最好的 就是效果呢就是说 他把这个每个膜因为他是四片连在一起的哈 然后呢这个 这个在 在外边是连在一起 这个形成 这样一个 这个 外面一体里面是分成四部分的这样一种 带子 所以这样的话那就可以简化就是说 他不需要考虑什么方向了除了这门这个地方啊这个门的地方我们还 这个没话这个 除了门那个地方是特别的话其他三片完全一样 那么门那个地方你上面也是一样只是这个地方开 开口的这个地方需要做一个 处理好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那就在 制造生产上要方便多了啊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他就基本就是除了门那个地方是特殊的其他 三片就完全一样啊 那么在这个只是在上面那也都是一样的开一个一个三角的 这样一个口 然后 把这个 因为他是两匹两部分吗 两部分在这边就是两片左边一片右边一片 然后把他这个 通过包在这样方管的这个 这个情况下在装安装的时候把它包在方管上 那么让他 两片之间这个 比较比较紧密的连接 然后他就可以了肥皂炮就从 一边走到另一边 对吧 就是我跟大家很快的解释一下整个的运作原理 所以从这里可以看见这个这边是风扇 还能看见风扇啊这边就是 一个多孔膜了哈 所以也就是说他这样的设计呢是把这个空气从这边借过来 借过来以后吹出吹出吹出气泡好 那么 待会儿会展示这个发泡器的 几个情形里边的情况 那他这边吹出来之后呢他就 气泡在这里 几个产生了 我发现一个问题啊 呀这个要 要周扬调整一下 因为如果是这么放了气泡在这里产生 那这个地方也应该是产生气泡的这个不是风扇啊这里要调整一下 就是说转 这个要 就是整个这俩调换一下这个风扇应该在那边 这边应该也是除气泡的因为 如果是这边除气泡你这边就不能是抽了抽了他他就跑从这里跑了 所以这边也要除气泡他要是对对吹的 所以这边吹吹气泡呢这边也要吹气泡啊 所以呢他这边就是从这边借空气然后从这边 吹气泡啊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两个风扇一起玩这个空间打气泡 然后这个气泡呢 他就多吗多玩就晚上走我们知道气泡是比较轻的啊 那刚吹出来气泡比较湿 但是呢这个水去往下走所以清气泡就会晚上走 所以这样的话呢在吹整个吹的过程中我们就看见 就是两股气泡的流 那么去对吹然后最后挤在这个空间然后呢 这个湿气泡就是水 湿气泡这里的水就往下落 然后干气泡就晚上走 就是顶顶顶顶顶顶到这个位置上 他没有地方走了他 就只能往那边走就是往左边走和往右边走 就就就到了这样一个空间 所以那边也是同样因为那边 是风扇在那边是吧所以空气借到这边来 然后鼓到这边说这边那边是负压这边也是负压这个空间是负压这个空间也是负压 所以呢造成 气泡就往这边走走到这就往下 往下赶 赶赶赶赶到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同样这个风扇也错了这个应该是 这个地方是风扇这个不是 出气泡的所以这里必须对的 成对的 那个他会改一下 所以这样的话就形成了如果我们 能够用一个模拟的方式看那就气泡他是 是 这个这个部位的那就是这么样走 然后这么循环 这么循环 然后这个地方呢 就是那边借过来啊就是 这么样循环 这么样形成一个 当然是两个合在一起晚上赶 所以但是你要看这部分呢是这么走 这部分呢是这么走 这么走 这个我说的那个就是那边那边的部分 走到那边去然后再回来 所以他形成一个一个一个对 对流的情况 就是 这么样的对流 这样的话 然后这边呢这个是这边也是风扇 所以风扇 对就是然后去这边啊总之 你要找到这种成对的一种情况 因为他是内循环 总之 要有一个这么样的情形 所以 所以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起到跟 风扇 跟发泡器在上面呢是完全一样的作用 一样的作用原理都是一样只是呢 把它放在下边的好处就是他 比较方便维修啊然后呢所有的东西啊 那么都在这里头待会会解释一下啊 所以就非常简便就没有那么多的 那些管子管子因为管子全都跑到这里头来了 所以呢这样就方便啊恐怕 如果要管子呢只是有一个 有一个或两个管子啊如果你想象呢就是我们这边我们的门一般是朝东的 所以这些人是南面 这边是北面 所以南面呢就是我们需要在夏天熟遮阳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啊呀这里的情况是 这么样然后充满先充满这边然后这么样的 这样循环 所以你要想南面充满了就是打开这两个 同时打开这两个发泡器然后呢就形成 这么样一种的流动啊然后呢就是他充满了 这面这面和那一面三面全充满 这边就是泽阳的时候他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呢到了冬天就反过来了冬天呢 因为我们希望这边是 这个更多的阳光进来所以这边 不从气泡啊这边最多 打一点水 喷一些水雾形成一个水 然后这个这边呢 要这个要全充满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需要 呀这个气泡是这么样一种循环 所以这样的话 冬天是这面这面和 西面 这个东 北西这三面的全充满 这样保证 这个就是冬天吸收的热量 不会很快的跑掉 因为冬天外面很冷了 对不对 零下20度你怎么办 所以这个三面就是 隔热然后这样一面是窗口 他整个的理念就是这面是窗口 这其他全全部 那个 用肥皂泡来保温 是这么样一种的情形 所以呢 这个 简单说一下然后呢我们再看其他几个场景让你知道 他是什么情况 清楚的了解这种设计 那这个就把它切分了切了一下切了一下呢 让大家看见在里面的情况 里面 这个就是这边是 东面吗 这个一上来有个楼梯 然后楼梯上来人可以站在这上面去操作 那么种植床 这是最高一层的种植床子在这里 我用的是 这个 那种种植袋了 那么然后这个是那种 叫做 就是 雨水的那个 一个管道接于接雨水的管道 这个当然也可以 自己用 铁来 打造也是 可以 或者用铝 铝是比较好 铝铝板 把它 弯成这样一个潮式潮湿的 可以然后两头堵住 然后里面天上沙子 然后只要让他稍微有一点倾斜让水呢从 一个高处进去然后从地处流出去然后下边 有个洞 洞然后用一种东西让沙子过不去但是水可以过去 这样的话那他就是最简单最小型的 这个归沙预塞公升 那么他的好处就是说 他是完全是可以 就是 分解的 就是说因为你这个 滴水不要去接到他上头只是在他上部滴水 然后在下部 就漏水就是这样然后呢 你要去比如说你拿去给别人看 或者是拿去去卖你整个就 都拿走了 对吧 拿走了卖不掉的东西你又拿回来又再放在那他可以再涨 所以他是 不影响 这边的这个设计呢就是用了一个这么样开启的这个装置后来我们改进了一下 让这个祸口在这个 这个平台这个地方 这个祸口在平台这个地方有一个祸口 这样的话梯子就往里头搭这样的话不需要非要用这个 这个 就是说这个是对就是说 不用这种方法呢就可以这边又也可以去 全利用 中就放那个 种种子床 就是这种便携式的种子床啊 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啊这边也是这样的这边是 横向的看着就是这种 便携式的 种子床 然后这边呢就可以看见哈这里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啊就是这个发泡器的 整个内部的结构啊非常简单我我我已经说过哈 我们这个沙发泡器是非常简单的 他这个简单那个地位比这个 这些什么结构和膜都方便都简单 实际上 因为我自己已经做了做过了哈都已经成功了所以 我知道这个东西反而看起来好像很难实际上是很简单的 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血池和发泡器的连成一体了 这样的话 下边是蓄热 蓄热 就这边就是肥皂液 然后呢 有一个管子管子在这下边有水泵的水泵 要把这个水打到这里来个满的喷头那去打 然后呢喷头形成一个 圆形的扇形的一种扇面然后喷向 多孔膜然后这边风扇管里头吹气 吹气他没有任何地方跑所以他只能 就从这里 气要从这里出展 所以他刚才气 出来的时候呢 这是靠一种压力来出的哈所以他不需要去 正好要风扇对着他 所以他这样的话是通过压力 然后把这个空气鼓出去 这样的话 这边就产生气泡了 所以气泡 这边这边 空气 晚里进 这边就空气 气泡往外出 这样的话就充满这个空间 所以很简单的哈 非常简单这样的 这个好处就是把这个 所有的东西都做在里边了 他的一体化 那么一段就也不需要考虑把他这个管子 就是这个水送到哪里的直接他就在里边 去直接去 这个 这个去喷了对吧 然后呢 这个口呢而且这个口呢稍微 低一点就是说这个这样的话那 多余的水他自动就从这里从底部就流回来了 对吧所以他在喷水的过程中 喷肥胶泡的过程中还会不影响水 水压比较大所以他会 从下边就流回来 所以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循环 对吧 应用一个循环 所以这里 就是这么样的情况那至于这边的水怎么样回来 我们会有一个通道这边 就这边在下边有个通道让他呢 这边水多了他就往这边流流来从这里流回来 所以 很简单的 那这是这样的内部的情形 然后我们从高处再看一下 这是展示高处的情形 我们看见这个 四个发炮机在四个脚上 对吧 这个一定是成对的 就是说这边 是 往里进气这边同样也往里进气 所以这里 要调整一下 这里 而且还要根据东南西北的情况要调整 这个 要我们会 去 对吧 实际 操作的时候要要去调整 那这个就是这么样的情况 可以看见就放在四个脚 然后通过 这边一个洞 这边一个洞 跟这个发泡器 进行连接 就可以了 好 所以它形成这样的一种的 这种 循环 就靠着底部的四个 发泡器就可以做到达到这样的果效 然后我们再看看 再看一下这个 发泡器的这种情形 对 这个就是更近一点了 更近一点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见这个 这个没有 没有画那个水泵 那么在 画了一根管子上来 实际上是有个水泵 喷到这样一个 地方 然后这边就是风扇 所以是这么样的情形 很简单的 然后呢这边 因为这个边缘呢 边缘 怎么看 那边缘就比较 低一些 第一的目的就是说 他 让他水呢从这里 在底部可以流回去 这样就不用开洞了 然后这个板呢是稍微有一点清 要 因为这条线呢要跟这个 这个 这个湖这个地方有一个直角 所以他这个板实际上是有一点倾斜的 也就是说这个水呢 它是往里边流 然后呢 往里边流 然后这个 做的时候可能这边要稍微高一点 这边稍微高于这边 这样的话水就 都在这边聚集 会然后就流回去了 所以这里 都是细节层面的 情形 大概就这样 这个呢 这个 就是这个是 重复了 这个 就是跟这个相似了 大概就这样一个情况 好 所以 跟大家解释完了 中国工厂就根据这个最新的设计 来去为我们 制造 那么 这里还有一个拉锁 我们为了要方便安装 这个 包括方便制造 那我们 采取了一种拉锁的装置 就是整个 内膜呢 通过一种拉锁的方式 把它 就可以 把它拉上 然后也可以拉开 拉开以后就可以去 来操作 比如说这个地方安装 这需要 这个 这个 这两片 就是左右两片呢 要 把它包在 这个 方管上 然后呢 去 有一个密封的处理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是打开 内膜打开是方便很多了 操作 方便很多 然后一旦上面整好就不需要管了 那下边如果需要维修都是下边的了 所以就简单多了 整个设计就就非常的合理 非常的 简单 然后呢这边 是通过一种锈口的方式吧 把这个这个模和和这个 这个 这个 出气口和 进气口的进行连接 那么如果拿掉以后呢 这个他通过一种 一种东西把它扎上去的 所以拿掉以后这个东西这个整个方法去就可以拿走了 这个 所以是非常的 方便 所以整个设计非常简单 大概就像情况好跟大家解释一下好 那这个就 就是这样啊 所以 那么等中国的工厂给我 他们要在本地 他们在那里要做测试测试完了之后 没有任何问题了以后再给我做然后呢我会 再装上去 那么装上的整个效果呢就是说要他是绷紧的状态 不能是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很散的 松松垮垮的挂在上面啊那个 风吹动术他会 膜会跟这个 膜的抖动和膜和这个里边的这个方管的这种摩擦会造成膜的 就比较快的损坏 所以 虽然是你有可能用的是 那 这个 这个 玻璃纤维但是时间长了也是 也会 耗损 所以 这里就是磨的整个的要求要求是绷紧状态 而且呢 他不能够 在方管 这个上面的去左右的摩擦 他是应该是 不但是绷紧而且是他是绑定的 这些都是细节层面 好大概就是这样啊那我想我已经介绍很清楚了 那如果不清楚的那在群里或者是在 各个平台里头发问 那么 让你知道这样这样的一种的 镜头夹 那么还是比较容易 做的 当然你如果 你你要去做呢你就可以用一个 塑料布就可以 就是 就可以去先去做一下 那么我们的最终的产品我们是用的是 玻璃纤维 玻璃纤维 两边是 涂的硅胶 这样的话 他又安全 这个硅胶是非常 安全的 一种材料 然后呢 玻璃纤维是非常结实的 所以这样的话造成 做出来东西他就是不会有任何的他就非常牢固 可以说是 20年30年都没问题 而且呢 而且呢还有就是防火 这个 对他因为他是 不可燃的 是不可燃的一种的 材料 当然你一般人做大鹏他 不考虑这个这个问题就是挂个塑料布就完了 所以这个严格来讲呢就是说你要是测试的阶段呢你是可以用塑料布 也是可以去做的一样道理 但是塑料布的问题就是几年你就要换了 好 但我们整个的设计呢就是说 其实换也非常的容易 其实换也非常容易 因为 没有一个 里边有 肥胶有这个发泡器了 所以发泡器不在 膜的里面 既不在上边又不在膜的里面 那他给 我们带来很大的好处 这样的话 就可以 整个把他 接掉再换新的也都是比较容易的 好 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好 我们 这次这个介绍就到这里 那我们下次再见